10月24号 宜蘭县发生地震 瑞士规模6.5 震道全台有感 相隔三个礼拜 11月14号 在宜蘭近海深67公里处 又发生了瑞士规模5.3的地震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这起地震是1024宜蘭地震的余震 有学者指出 台湾已经进入影末带地震活跃期 影末带地震分为内部型还有界面型 而有学者认为 近几年将出现百年一次的海沟型地震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地震发生的机制多元又复杂 所以很难估算地震是不是有所谓的周期论 记者黄秀文 张盛代的专题报道 一阵天咬地动 卖场商品散落 吊灯摇晃不停 10月24日发生瑞士规模6.5的影末带地震 镇阳在宜蘭县南澳乡 深度达66.8公里 是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 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目前 主要的这些地震都是在东北部外海 其实常常我们感受到地震 都是从宜蘭花莲外海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目前聚合输入很快的地方 影末带型地震分为浅层跟深层 最深甚至可以达到四五百公里 不过有学者推估台湾每隔一百年 就会出现一次规模8的浅层影末带地震 也就是海沟型地震 而近几年正好适逢拜年周期 上一次海沟型地震是1920 再早一次是1815 间隔一百年五年了 海沟型地震发生在花莲外海 为什么我们会紧张呢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呢 第一个海沟型地震 它的断层错动面积非常大 长度地面上的延伸长度 就是两百公里三百公里以上 百年前的花莲大地震 造成五人死亡 273栋房屋全毁 台湾地震频繁 一年约有11颗原子弹能量待释放 学者认为这波能量释放还没结束 担心万一引发海沟型地震 造成的伤害将会更大 海沟型地震 它扰动了整个这个地区的地壳平衡 所以在海沟型地震来之前 这个地壳整个会被挤紧 然后就会开始在陆地上 发生一些中大规模的地震 接着发生海沟型地震 地壳反弹回来 学者认为当以末代轿深层的地震 活跃期结束之后 紧接着会发生海沟型地震 当海板块下沉到大陆板块下面时 大陆板块被拖曳下沉扭曲 当硬变达到最大极限 大陆板块回弹就造成海沟型地震 但引发地震的机制太多元太复杂 到目前都没有任何规则可循 所谓的地震周期其实很难估算 整个以末代它的行为 它的滑动行为不是一个均匀的 就是说不是说你同一条以末代 你的滑动的行为就会是一样的 我们去翻开比较长的 过去这个地震历史 你会发现有时候地震会很密集的出现 但是有时候它会很安静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再密集出现 但是这个现象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难从其他地方的经验 就是说一定可以完全就搬到台湾附近的引末代 台湾引末代地震发生的原因 就来自于菲律宾海板块不断朝西北方向移动 没入到欧雅大陆板块下面 而那澳湾大同乡附近就是引末碰撞的交界处 当受压板块回弹造成地震 就会产生地震波并向四面八方传播 当地震波传到地表时 就会感受到地震的晃动 东部地震带大家都很熟知 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雅大陆板块碰撞造成的 那这个地震带在花莲以北会向下引末 所以这个地震带的地震可以最深到300公里 那西部地震带的话 只是因为板块碰撞前缘的断层作用造成的 那东北部的地震带的话 就是在南洋西上游 一直往东北到宜兰到琉球岛湖这边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冲绳海潮 它扩张造成的地震 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统计 每年平均会发生2万到4万多次以上的地震 其中有感地震有700至2000多次 如果把过去曾经发生的地震 全都标示在地图上 可以发现台湾密密麻麻的 都是地牛翻身的足迹 虽然台湾是不折不扣的多震之国 但浅层地震非常罕见 台湾目前就是 以末代浅层的地方其实地震不多 比较多的地震深度是大概在20到30公里 但是浅层的地震其实是蛮少的 所以主要以末代通常会产生大地震的地方 可能可以从海虫一直到深度 大概50公里的地方都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地震 伸出板块交汇出的台湾与地震共处成为日常 不论是不是真有百年周期 但天然灾害带来的破坏力依旧不容小看 所以得做好防災准备 因为灾害什么时候会发生 谁都说不准